大家好,我是CYLeo何卓彦 今天我专程邀请了我的Vlogs兄弟 吹耳音的Ivan 他同时是一个很出色的口琴导师 今天我们想谈谈Switch Corner这个技巧 首先,什么是Switch Corner? 大家好,我是Ivan Switch Corner是Tumb Blocking的一种 Tumb Blocking本身是用舌头 Switch Corner的目标是用舌头 去减少我们琴的动作 令我们可以吹得更加流暢 但你说用舌头实际上是怎么用呢? 第一种是用舌头的左右摆 一个简单的例子 也比较容易听的例子 例如我们本身吹G Octave 大家都知道含着3,4,5,6,7套 就把中间的3套 吹3和7套 如果我们要用Tumb Blocking去吹其中一边的G 例如我们现在挡着3,4,5,6 只吹7套 我们就将舌头放在我手边 假设如果我们也用同样的方法 想只是吹3套 我们可以将舌头放在右手边 就把四,5,6,7套 这个方法我们可以在不移动的情况下 可以吹到 我们刚刚示范了如何通过舌头的 左右摆动 就可以做到一个简单的Switch Corner 明白 那第二种是怎样的呢 第二种就是 需要用图去讲解 因为这个技巧就牽涉到 尾巴像一个支点 去支撑住 也是Tumb Block的一个小小的variation 也要用刚才的例子 假设我们也是想吹G的Switch Corner 就是这个 这个效果 但是呢 另一种方法呢 就会含着四个洞 那我们会将舌头放在中间的洞 那不是四个洞在中间的洞 而是五个洞里面中间的洞 那譬如3,4,5,6,7 中间的洞是多少洞 就是五个洞 那我们会将舌头放在五个洞 然后呢 先挡住四个洞 那三个洞 接着呢 我们会刻意 去开其中一边的嘴角 稍微挡住 那边 譬如我们现在先开三个洞 那边 那我们就会含着三、四、五、六 但我们的舌头呢 舌头是放在五个洞里面的 那我们现在就挡住四、五、六 那三个洞 那我们就听到三个洞的声音了 那下一个步骤呢 就是很关键的 就是我们呢 就是要动口琴 那我们维持的序是比较 同一个形状的 那我们的舌头都维持在同一个地方 舌头都是放在中间的洞里面 就是在五个洞里面 那示范一下呢 就会是 看到那个口琴其实正在动的 这个字架 好 那大家看到呢 刚刚我只要移口琴 而保持着舌头在中间的洞里面 那我们就可以做到一个简单的 SWITCH CORNER 这个就是第二种方法 明白了 那我们学到两种 SWITCH CORNER的方法 但是 应该怎么练呢 好 那练习方面呢 我建议呢 学过Octave的朋友呢 就可以试试跟着这个步骤去练 那我们先试试吹一个G的Octave 那我们吹到之后呢 就试试把舌头放松 在左手边 我们听到七套孔吹的G 接着呢 如果很清 接着呢 我们就再把舌头放在右手边 那我们就想听回三套孔的G 那就已经完成了G的SWITCH CORNER 那下一步呢 就是练下其他音 那看一下你可不可以 同样做到SWITCH CORNER的效果 那但是练这个SWITCH CORNER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要注意呢 有的 那因为舌头要动 那就要很小心地听着 自己动舌头的时候 会不会令到当中 在移动的过程里面 就会产生了一些障音 那这个就要练下舌头的零效性 那所以呢 其实两边的舌头都要练 是的 好 那我们今天呢 好多谢Ivan 就专心来分享我们的SWITCH CORNER 记得一些定义或者资讯等等的东西 那希望呢 那希望呢 你们各位琴手呢 就要加倍努力练琴 那就是啊 每天要练琴 做世界冠军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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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